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却遇到了一个狠角色 这一年黄瞻才十岁 随父母到广州迁到香港不足两年 但却毫不胆怯 见到欺负堂弟的男生后 看他身材瘦小 顿时又多了几分底气 冲上去兆头就打 然而还不足两个回合 黄瞻就败下阵来 头被对方摁在地上狠命摩擦 还好没有毁容 不然日后就不能那么风流了 后来黄瞻一打听才知道 打他的人叫李小龙 和自己同为五年级 是校内猛人 黄瞻心胸开阔 能屈能伸 爱交江户朋友 于是后来他和李小龙也成了好友 多年后李小龙成为功夫巨星 黄瞻还常拿 我打过李小龙这件事到处吹牛 不过那时的黄瞻肯定没想到 他和李小龙的缘缘也不止如此 多年以后他还会和李小龙的亲嫂子上演一段轰动港岛的恋情 令他的风流明满相将 拉沙书院时期的黄瞻虽还算不上风流 但也以蠢蠢欲动 他开始写情书给暗恋的女孩 并在收到回信后 猴急的登门拜访 对方吓一跳 果断拒绝 初恋出世未竭 黄瞻便将所有精力投入到音乐和文学爱好中 音乐天赋极高的他 加入了校口情队 第一次看谱就能将其中的情感 准确地演绎出来 因此在一连获得五次大赛冠军后 他成为梁日昭先生的得意门生 常被先生带剧电台播音 还跟先生一起为邵氏电影配乐找伴奏 但是早早踏入了香港娱乐圈 而他喜欢的音乐也没有辜负他的厚爱 后来竟帮他追到了第一个女人 1960年 除了搞音乐 还经常为校刊贡稿 给当时香港流行的青少年刊物 中国学生周报投稿的黄瞻 在19岁时中学毕业 靠入了香港大学中文系 同年刚好赶上星岛晚报 举办第一届全港业余歌唱大赛 黄瞻喜欢凑热闹 但又怕丢丑 因此他没用真名黄瞻森 而是用笔名黄瞻报名参加了比赛 最终结果他止步于15名 不过从此黄瞻这个笔名被沿用了下来 也是在那场大赛中 黄瞻与13岁的歌手华娃相识 后来成了黄瞻第一任妻子 1962年 21岁的黄瞻开始跟随师傅梁日章 给唱片公司写词 第一次写词黄瞻性质极高 一口气写了八首 虽然这些歌并未大卖 但其中一首由苏格兰许调填词的 《有一万岁》一直被人传唱 1963年 香港大学毕业后 22岁的黄瞻 进入香港陪圣中学 任国文和圣经老师 这对满口三字经的黄瞻来说 显得滑稽 连黄瞻自己也认为荒谬 但黄瞻一时也不知道 做什么职业好 只好一边谈恋爱 一边做兼职 一边在陪圣中学 继续混日子 转机出现在1965年 那是一次老同学的洗酒宴上 聊起工作的苦恼 一位同学向他推荐了 自己所在的广告公司 对广告一窍不通的黄瞻 黄瞻的写了封印针信 结果在面试环节 黄瞻靠着嘴上功夫 对着面试官狂砍了一个小时 竟然就应聘成功了 自此黄瞻踏入广告业 留下了像人头马一开 好运自然来这样的广告词 1966年 25岁的黄瞻继续从事广告业时 李小龙的哥哥李中琛 迎娶了香港著名美女作家林燕依 但结婚一年产下一子后 又迅速离婚 这让黄瞻得了便宜 后来黄瞻在机缘巧合下 认识了这个女人 没想到一见面就无法自拔 并展开了一段惊世骇俗的恋情 不过在这之前 她却先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 1967年 在坚持不懈的努力追求下 26岁的黄瞻终于迎娶了 20岁的华娃 那时的华娃已经是成名女歌手 新婚之夜 华娃送给黄瞻一个红木箱子 里面装满了黄瞻写给她的情书 而黄瞻则把自己送给了华娃 用黄瞻的话来说 华娃是她的兴起萌老师 为了表现不错 她在新婚夜之前 还特意买了一堆相关的书来学习 不过后来菜兰开玩笑般爆料 说黄瞻早在中学时期 就用众筹的方式花一千元睡过妓女 但黄瞻说那次非常惨痛 害怕难受 还紧张到几乎布局 不管怎样 次年在黄瞻的千锤百刀之下 他们的长子与汉出生了 同年他写出了人生第一首 生业发行的歌曲 忘记他 这首歌后来收录于 邓丽君的粤语专辑之中 是黄瞻最喜欢的一首歌 至今邓丽君目前的点唱机中 还收录着这首歌 那之后黄瞻一边写歌 一边在力敌电视台做主持 还同时从事广告业 五年间辗转三家广告公司 用今天的话说 是典型的斜杠青年 直至1973年 32岁的黄瞻从国泰广告公司辞职 他与好友创立宝鼎电影公司 同年他和妻子华娃生下自子 一家人表面上其乐融融 但实际上 就是那段时间 风流的黄瞻已经有了新的猎物 据黄瞻好友透露 早在华娃怀有二胎时 黄瞻已因工作关系 与林燕妮在迪士尼更是数月 那时迪士尼在香港停演 黄灵二人同被选为司仪 后来有一天 黄瞻在车上和一位老友说 从没见过林燕妮这么亮的女人 又高又白 还懂得着装 中英文接好才华横溢 兄弟义气 你可千万不能跟我抢啊 于是1974年 自编自导的电影天堂 进入香港年度电影票房 排行榜前十后 风流的黄瞻就毫不顾忌 为他生下两个儿子的华娃 公然对林燕妮展开追求 靠奈心击退一个个公子的猛烈公事后 黄瞻终于攻下了林燕妮的爱情堡垒 但九个月后 和林燕妮成功实现两张嘴黏在一起 但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绯闻 他们俩一个被香港媒体骂作复兴汉 一个被骂狐狸精 有娱乐报刊 甚至称黄瞻是第一贱男 但黄瞻就是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用他的话说 和林燕妮在一起好刺激 每个细胞都在高潮之中 风口浪尖上的1975年 两人还各出资25000元 成立了黄玉玲广告公司 然而同年 华娃又怀上了黄瞻的第三个孩子 1976年 在三人行两年后 华娃和林燕妮都终于无法忍受 抉择时 黄瞻选择了林燕妮 于是华娃挺着八个月的大肚子 召开记者招待会 公开和黄瞻离婚 带着孩子移民国外 这一下 黄瞻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 放飞自我了 但风流如黄瞻 真的能对林燕妮一心一意吗 1977年 36岁的黄瞻 一边和林燕妮经营广告公司 日日切磋唐诗 一边又继续着自己的词曲创作 同年 他第一次与作曲家顾佳辉合作粤语歌 为电视剧加变 创作同名主题曲 自此 粤语歌谈多了一个辉煌组合 后来被港人亲切称为辉煌二圣 在之后二十年里 留下了无数振动时代的回响 1980年 周润发参演的电视剧《上海滩》开始录制 一天夜里两点 顾佳辉突然打来电话 着急要黄瞻填一首词 于是电话那头的顾佳辉 哼一段曲谱 黄瞻在纸上记一点 挂掉电话后 黄瞻坐在马桶上 用二十分钟将词填完 听着马桶的冲水声 黄瞻哼唱道 浪奔浪流 万里滔滔 江水涌不休 没错 就是那首和电视剧《上海滩》 一起火遍大江南北的同名主题曲 谁又能想到 这首传唱至今的经典佳作 竟是音乐鬼才黄瞻 坐在马桶上 用二十分钟完成的呢 然而 就在黄瞻的音乐事业如火如荼之时 她的广告事业却遇到了危机 更进一步影响了 她和美人林艳妮的感情 1985年 黄雨林广告公司经营遇到瓶颈 生意每况愈下 因此黄瞻和林艳妮心情都不怎么好 时常闹矛盾 末日清晨 林艳妮非常心烦 浑身躁 黄瞻心里犯嘀咕 不知是空调开得太热 闷得慌 还是自己前一夜 洞房表现不佳 只好安排林艳妮出去旅游散心 谁知 林艳妮前脚刚走 黄瞻的秘书 后脚就趁虚而入 和黄瞻搞在了一起 这个秘书就是陈慧敏 但此时还只偷偷摸摸 据她真正踏入黄家 还有一段时间 1988年 由新艺程制作周润发 王祖贤 叶倩文 领贤主演的《大丈夫日记》 也找黄瞻创作了同名歌曲 后来获得香港金像奖 最佳电影歌曲提名 同年黄瞻又和林艳妮 一起创办了黄瞻电影公司 准备实现电影梦 高兴之余 黄瞻在金庸的家庭聚会上 并当众向林艳妮求婚 她的干儿子 尼震和李嘉兴当时是恋人 也在场做了见证 林艳妮开心地答应了 并接着的1989年元旦 还是在与她同为香港四大才子的金庸家 黄瞻与林艳妮结婚 金庸还亲手写了婚书 两人签名 随后金庸写了一副对联相赠 黄鸟旗艳朝 与子偕老 林花瞻朝雨 共军永年 自日两人的婚讯便登上港媒 北传为佳话 黄瞻也高兴着以为要取得家人了 但转眼间 事情便发生了反转 有消息说 林艳妮在六小时后就反悔了 也许大美人林艳妮的悔婚 让黄瞻心情不悦 因此那段时间 黄瞻跟随香港四大才子中 另外两人 尼匡 蔡兰 频繁出入夜总会 当时尼匡喜欢上一位夜总会的妈妈嗓 因此常拉着黄瞻和蔡兰两人去捧场 三人出位相投 不久之后搞出了可以喝酒吸烟 开黄腔的节目 今夜不设防 据说 三人在节目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凡有漂亮女明星来 就会盯着她的耳朵仔细看 有一次林青霞做嘉宾 三人眼射一道光 齐刷刷盯着人家耳朵 林青霞被盯急了 问怎么了 结果黄瞻忽然冒出一个比喻句 说女人的耳朵和某个器官是对应的 然而黄瞻没想到的是 节目中她和美女们调情到喜笑颜开 家里头她和美人林燕妮的感情 却亮起了红灯 1990年的一次珠宝展上 因当是电影公司生意惨淡 黄瞻情绪很不好 可林燕妮却情绪很高 非要在珠宝展上买百万珠宝和球皮大衣 于是一气之下 黄瞻和林燕妮分手 以上是黄瞻的一面之词 林燕妮的说法却是 那段时间黄瞻生意落败 找她写词的人也越来越少 因此她情绪不好 影响了感情 如是如非 外人无法评判 也无从知晓 但这段被人津津乐道 充满期盼才子家人的感情 就这么真的结束了 黄瞻心有不甘 日后多次登门求复合 但未成功 她为此伤心已决 肝肠寸断 还准备投海自尽 但想到家中老母又放弃了 那段时间 她还和狄龙一起 在法国餐厅借酒消愁 醉酒后在桌布上乱涂乱话 惊动惊礼 狄龙帮忙踩摆平 甚至还转闻死的感觉 来表达这苦闷的心情 时间来到1995年 54岁的黄瞻 举了前面提到过的 那个小秘书陈惠敏 这个在背后 为她默默付出了 近十年的女人 此时已经从27岁 变成了37岁 黄瞻说 从那时起 她把花信收回来了 一半是因为老了 要修道 一半是因为对太太的爱 她还说 她从未见过一个女人 像她的太太这样 爱一个男人 她还为她借了多年来抽烟的习惯 峡谷柔情敬见 这位风流才子 说到做到 终于收心了 2004年11月24号凌晨 63岁的黄瞻 安详地走完了 她生命的最后一天 香港各界为她举办了 多场悼念活动 当上海滩响起 现场亲友 气不成声 沧海一声笑响起 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近两万市民一起合唱 沧生笑 不再借聊 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这风流肆意的一生 于太佩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于季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